現在五點鐘 新聞大白話頭條話題 還是要來關心王金平 前立法院長昨天突然宣布 不參加國民黨的初選了 而剛剛稍早一段的節目 跟我們在視訊線上的是 全國農會的理事長蕭景田 上個星期蕭理事長 其實也站到凱道上面 公開的表示他挺韓國瑜了 剛剛理事長也告訴我們 他跟王金平院長 本來就是好朋友 而且他最支持的是 王院長 對 他最支持王院長 但是民調上讓他覺得 他只好支持第二位 但是理事長 您先要不要告訴我們說 那王院長可以體諒 你們為什麼支持韓國瑜嗎 以及接下來 您怎麼看王院長 到底是會幫韓國瑜多一點 還是幫郭台銘多一點 在初選的部分 理事長 其實和王院長 他在台灣的政壇上 尤其是在本土派上 他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領導人 我相信王院長 他的政治智慧 其實是很多人 意想不到的 他是非常有寬容的 其實他的高度 是站在一個 別人可能意想不到的一個 這個高度上來談政治 那等於說 他如果說 目前的狀況 目前這個初選基礎 對他是不利的 所以他為什麼會講說 現在這個初選基礎 把他搞成好像是非常的雜亂無章 問題就是在於 奇奇怪怪 對不對 奇奇怪怪的意思就是說 本來這一個 國民黨的初選基數就是三七比 你30%的黨員投票 70%的民調 70%的民調裡面 黨內負比15% 政黨對比85% 這個是很臨切的 那經過了這一陣子 從數位分開始 音量的 就是有不一樣的一個聲音出來 就是前民調 那前民調 在總國政常會的主導註銷 就通過 通過以後 還丟了一個國台語 數位17號的時候 國台語就宣布要纏嫌 等於等於這個國民黨 還有國內政壇上投下一個 非常大的鎮爛彈 我相信 因為我也在常會 所以我們在想的是一個 如果說韓國瑜 萬一他不嫌 那王院長朱立倫 這兩位 又不是絕對能勝嫌的話 是不是考慮能夠 次要能贏的一個獲嫌人 就是國台語 那這個國台語一出來以後 當然他馬上竄生出來 變成是民調上 在國民黨內是高級 現在目前來看是第二名 那這個就把牌擠到朱立倫 做習偉 王院長 做幾位就被排離到旁邊去了 那王院長他現在說 我不出嫌了 我不出嫌的意思就是 我不參加國民黨內的出嫌 可是他沒有說我不選總統 他說我不出嫌 可是也沒有說我不選總統 那如果說國民黨有需要他的時候 會去徵召黃院長 那就要斷看說 後續整個險情的發展 因為7月5號到7月15號 就是國民黨他在民調的入辭 總共有11天 那這11天出來的結果的獲嫌人 譬如說是韓國瑜還是郭台銘 他們兩位其中一位出現的話 還要跟蔡英還是賴清德 他們也出現完了以後去對決 還有一個變數 一個科文子 那這樣的一個對比之下 當然會有不一樣的一個結局出來 如果那個時候 還需要王院長再出馬 才能打贏的話 他這一步棋不是下的不對 所以我們要看 他不是沒有政治智慧的人 他是很有眼見很有眼光的人 那這個結局我輸了我不參加 可是後續會不會真的就是需要他 才能贏呢 結果就不一定 所以他現在還是純跑7層 還是到各個縣市 各個地方再辦一個 這個王金品後援會 王金品豬友會 對 竹烈的這個行程 他是沒有間斷 也馬不停蹄的在走 在走勤走台灣每一個角落 所以我們也不能 不然看出我們王院長 其實他是有想法的一個政治家 也不是說他真的就是現在不閒了 也沒有這樣 注意說他到底支持郭台銘 還有還是支持韓國瑜 現在我要以我的看法來表示意見 他兩位怎麼會支持 不支持任何一位 很明顯的 他是支持他自己 怎麼會支持任何一位 因為他還想 將來是不是有可能 他還是選總統 所以也沒有說出出 現在沒有到 要出出哪一位的問題 目前的我的觀察 王院長他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市長 那你剛才提到 現在看起來王院長 還是在保持他的能量 在蓄積他的實力 還是要選總統 但是你們一些跟他 都很好的這麼多年的好朋友 現在支持韓國瑜 你們有跟王院長在私下 有溝通過這件事情 他心裡有可以諒解嗎 他覺得可以這樣可以接受 現在的狀況嗎 因為這個有沒有溝通 其實我們是有溝通過 不是說不向王院長 來說點這個問題 大家心裡想著什麼 大家都不清楚肚臨 因為大家彼此相處這麼久了 幾十年的老朋友 他在想什麼 我們在想什麼 大概 這個大概互相都能夠體諒 能夠理解 不是我們不支持王院長 問題是這個基礎下 對你王院長是不利的 那如果說不利的話 將來在整個出選 是誰是第二任者比較恰當 那我們是有自己的想法 那如果說將來有機會 他這個基層更年還很好 將來如果說要跟民進黨的獲得 不管是蔡英文 賴清德他們去對比是民調 還是這些出現 不管是郭台語還是 是韓國瑜還是輸了一大堆 是不是黨內有這個可能 讓王院長出嗎 他現在就是儲備這個能量 那如果說有這個機會 當然我們是挺王院長 怎麼會不挺他 因為我們所要的目標 還是要國民黨當選 這個是我的立場 是 理事長 那你剛剛有講到說 農會方面韓國瑜非常熟悉 那這幾次的他造勢活動 又有嚴清標 跟張榮衛的這個影子在 所以地方的派系 或者包括農營會的系統 是不是韓都掌握得非常清楚 其實不是韓掌握都怎麼樣 農會整個 我們是跟張榮衛他們結合 因為張榮衛的面戲 就是張立善的先生 張永成 我是我們的總幹事 我是農會的理事長 當然我們跟他的關係 就非常密切 所以說我們這個農會系統 我也不能代表所有的農民 可是最起碼 我們大部分農會租出的人 就很明確 因為他當北農的總經理 跟我們農會的關係 那大家就很清楚 他說我們農會排氣 推薦去當北農總經理 當了六年的總經理 這個時間當然 當然我們在一起相持 也發現他的優點 也優先他 發現他更就是在經營 這個北農的 不管是理念 還是他的績效 都是非常傑出的 尤其在整個菜價 從35塊 能夠拉抬到菜價變成46塊 也只有他一個人 能做得到這種程度 不只是輸人的感情 尤其他的能力 是不容足以的 後來被農委會 跟柯文哲做掉了 就是沒有辦法 下來就變成選總統 選宿長選總統 這是一個人的造化 也是一個人的機翼 那也讓我們全國的人民 發現到 韓國瑜最好人物 有這些才華 才有造就我們今天 韓國瑜這個獻風 當然 王院長他跟韓國瑜 也是熟述的 對 所以我們大家在一起 其實不是說那麼陌生 那至於說 王院長的心情 我是能理解的 他其實也不是說出了韓國瑜 他才會變成這個樣子 如果不出了韓國瑜 換你住立倫跟郭台銘 我相信目前這種助度 他要演的時候也是蠻困難的 這是大家能理解的 所以說 那王院長他是中尊的國民黨員 其實他也沒有幫國民進黨 任何一處的選舉 還是哪一位候選人 大家 可是存在裡面的既有印象 對他是不利的 只是我們這樣說 也講那這個王院長 所以從您的判斷 可能跟昨天我們訪問的幾位 國民黨內的人是一樣 大家看起來都覺得 這個王院長沒有脫黨參選的問題 您是不是也這麼篤定的認為 他不會 他一輩子都是國民黨員 怎麼會去脫黨 他跟馬英九以前 建築過黨主席 也輸了 輸了以後 他也摸了鼻子 他也當院長 他也不會說我去 背叛了國民黨 背叛了提兵人 他也沒有過 馬王政爭那更厲害了 他也沒有離開過國民黨 所以我看他做一輩子 心中是有國民黨 尤其很篤定的 他不會離開國民黨了 他現在就是還是儲備能量 等將來 將來有機會 能夠給他這個機會的話 大家看得他更清楚 更認識王金平院長的時候 可能是不是有給他這個機會 來成為我們國民黨的獲選人 我想他現在想的應該是這個樣子 好 謝謝全國農會的理事長 蕭景田 理事長 等我節快樂 理事長 等我節快樂 真的很難得可以直接訪問到 又跟王金平很好 又跟韓國瑜也很好 而且他其實分析得很透徹 很內幕 也很透徹 也不是說不支持王院長 只是以眼下的情勢看起來 民調就是如此 看起來韓國瑜比較有勝算 但是如果未來需要王院長的時候 王院長其實也已經做好準備了 這是剛剛最新這個 我們從蕭景田的口中得到的消息 他其實都有聯絡 兩邊都有聯絡 但是王金平院長昨天有 他的聲明當中 就提到了一個所謂奇奇怪怪的初選 剛才蕭理事長也有提到 他說這個國民黨東央的初選辦法 既不懸崖勒馬 也不亡羊不牢 面對各界的質疑都無動於衷 所以我與其參加這個奇奇怪怪的初選 不如全心全意騎走基層 怎麼個奇奇怪怪的方法 你有沒有記得 你覺得國民黨初選辦法 你要說民進黨初選辦法 改來改去 其實國民黨只是在辦法沒有訂出來之前 但其實也是百轉千回 你知道嗎 像是本來郭台銘說他想選 但郭台銘其實他的黨籍的問題 他本來是一個問號 不過立刻火速的就發給他榮譽 黨員的證書 所以他就解決了入黨四個月 才可以參選這件事情 處理好了 是不是梁森打造呢 問號 林表登記 因為韓國瑜說他有被動主動的問題 他就不方便主動參加初選 所以沒關係 就改一個五人小組 徵詢所有主動被動者 然後你也不用領表 也不用登記了 所以就解決了 韓國瑜沒有辦法主動登記參選的問題 是不是也是量身打造的一個問題 還有就是剛剛蕭景田理事長提到的 本來的國民黨初選辦法 就是民調跟黨員是7比3 結果最後變成了全民調 所以是不是也相對來講 對郭對韓都解決了問題 因為或許如果有加入黨員投票的話 可能特別是對郭台銘可能相對又更不利 韓國瑜搞不好也沒有太多黨員的 這個基層的票 這個票本來可能都在王院長身上 所以是不是都解決了 是不是都是量身打造呢 而且最讓人覺得傻眼的是 黨中的辦法裡面就定著 民調是要電話手機 沒有手機的 式化的民調 結果現在搞不好可能會復活了 這是因為郭台銘 他非常堅持初選應該要納入手機名票50% 他的理由是民進黨做了 那朱立倫就說可以考慮 周氏也覺得說這樣也可以反應民意 所以韓國瑜他也說他也完全尊重 所以昨天郭龍斌在這個五人小組 跟郭台銘見完之後就說 下個星期二 因為五方會談 下個星期二黨主席要約他們所有 要參選的這個國民黨初選的參選人 一起來出席座談會 所以也會再次提出這件事情 郭台銘要提這個手機民調的事情 如果各參選人之間有共識 我們中常會再來納入討論 對於初選辦法機制也可以做修整 所以這個白轉千回這件事情 也難怪王院長心裡不舒服 你說好的事情一直改 但是會不會王院長認為這個選舉不公 就是這個選舉辦法不公平這件事情 比較針對郭台銘 或是還是比較針對韓國瑜 這個我們要來問問看孫大謙委員 現在我們的視訊線上的是大謙委員 哈囉 哈囉 介盤好 耀州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大謙委員你昨天聽到這個王院長說 我不參加初選了 然後他覺得初選辦法奇奇怪怪 你怎麼看這個初選辦法奇奇怪怪這件事情 我想當然王金平院長在整個初選過程當中 由於初選制度不斷的在進行調整 他當然會感到有一些不平跟委屈 但是因為我相信黨中央之所以做這樣的一些調整 並不是為了特定的候選人 而只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 就是希望能夠推出最強棒 那麼基於這樣的一個共同的目標 我們當然希望黨內所有的政治人物 都能夠相忍為黨 相忍為著一個2020能夠翻轉台灣 改變台灣大家的一個共同的期待 同樣的韓國瑜市長也是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之下 才表達出說成功雖然不必在他 但是如果大家有這樣的期待 他不會迴避他應該負起的責任 大前委員可是大家總是會覺得說 好像這一次的國民黨的初選辦法 總是在為誰量身定做 特別是在主動被動這件事情 最後連登記零表都不用了 您覺得這會不會造成就是王院長跟韓市長之間 本來交情很好 會不會是心裡有一些不舒服 就您對韓市長對王院長 其實您都蠻認識蠻了解的 您了解狀況是怎麼樣 據我瞭解王院長跟韓市長的交情一直都非常好 在過去這段期間他們在私下也有頻繁的見過面 那不管是參加活動或者是朋友參會的場合 所以王院長跟韓市長之間沒有任何的矛盾 那麼當然這樣的一個初選制度的調整 其實倒不是為了任何一個特定人選 說白了他就是為了最強棒 就是國民黨希望能夠納進更多的強棒候選人 然後在這個平台上推出一個符合大家期望 能夠帶領我們改變台灣的一個候選人 大謙委員那現在因為現在有兩強 大家都知道就是韓國瑜跟郭台銘 那據了解這兩方的陣營 現在也都積極的希望能夠爭取這個王金平的支持 那在這個韓市長的部分 就您的了解韓市長從昨天到今天這一段時間 有沒有跟王院長有什麼樣的溝通 那你覺得王院長最後如果在兩邊 他必須要做出決得的時候 你覺得他比較會傾向哪一邊 王院長一直是我們非常尊敬的一位政治人物 他也是國民黨相當重要的資產 我認為在這個時候如果重視王院長 尊重王院長就不應該逼他表態 因為這個時候逼他表態其實某種程度來說 也是讓王金平院長非常為難 王院長是一個朋友滿天下的人 其實我相信所有的參選人跟他都有一定的交情 對 那麼正因為我們是他的好朋友 我們絕對不會在這個時候逼王院長表態 那麼我們相信王院長的支持者會知道 如果王院長在這個時候不參加黨內初選 那麼誰最能夠代表王院長 或者是誰跟王院長的交情最深 我相信支持王院長的好朋友 大家心裡頭都已經有了一個決定 謝謝大謙委員 所以這個決定是放在心裡面 表面上不要逼王院長表態 對不對 謝謝大謙委員 不要逼王院長 謝謝大謙委員 非常謝謝所有端午節 都還願意跟我們連線的好朋友們 好